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以文章来讲 那文章的部分行有余力 那各位同学你就可以像譬如说这样讲好了 你可以下载CNN的APP 然后下载之后呢 看你哪一篇文章其实是你有兴趣的 像老师我自己呢 其实很喜欢去把这一个一些相关的一些新闻 然后把它下载也好 或者是说点选也好 点进去之后呢 看一下说这一篇文章大概它的大意是什么 那或者是说它里面有哪些的重要的单字 或者是说某些句子它本身里面的这个文法 然后用的不错 这时候呢老师习惯会把这一个不错的句子 彈入在笔记本上面 然后觉得这个东西不错 我可以再看几次 好这是我自己的做法 那如果说各位同学 你的时间上面你要准备考试 你又怎么样 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份自己的工作在的时候 这时候怎么办呢 如果说真的没有时间的话 大不如就是说你可以直接找 比如说千华本身已经有出像比如说考古题也好 你就直接针对这个文章部分 它里面呢其实已经有一些分析 像比如说为什么会用到这样子的片语 好你知道有些片语其实跟这一个文法又有关系 你透过文章跟文章之间的做比较 你会发现到说 就考古题上面 其实非常喜欢考的是像比如说过去试 或者是过去完成试 或者是完成试相关的一些议题 考一些相关的这些文法 这是不断重复出现的 这个是同学你可以利用讨古题的方式 然后去做加强的 那刚刚老师前面所讲的这一些 属于这种行有余力的同学 你想要去扩充你的背景知识 什么叫背景知识呢 有的时候啊 如果说我们看到一个阅读的考题当中 当你的background information 它是越高的时候 你对这个文章的掌握度 即便你没有看过这篇文章的内容 你也可以透过你自己原来的background information 然后去提高你去答对 这个题目的正确率 那当然相反来讲 透过考古题当中 你也可以知道说就是 哪一些的文法 哪一些的句子 是他喜欢考的 这是有关于所谓的reading的部分 有关于阅读部分 去准备这个方式 老师帮你做一下建议的地方 还有再看到所谓单字的这个部分 单字部分的话呢 其实同学一定知道说 当你的单字量越多的时候 你在写所谓的第一大题的字会题 对的题数才会多 除非你自己已经对英文已经非常有兴趣了 而且甚至呢 行有余力的时候 你已经通过所谓的中高级的音简也好 或者是中级音简也好 那也就是说 如果说你本身有这样的实力 你在准备英文上面 其实就已经怎么样的 就是驾轻就熟 可是对一般的 来就是上班族的同学来讲 你在这个地方 似乎应该没有太多时间去做这些事情 比如说 就像老师刚刚前面讲阅读片的部分 有单字把它腾出来 然后呢 去把他的这个意思找 比如说找一个字典 把他的意思 然后呢 好好的看一下 然后把它找出来 可是一般同学 你要工作 应该似乎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 所以怎么办 一样的道理 多去看一下考古题 有一些的单字来讲 几乎都是重复出现的 今年考过下一年 可能会再出现一次 或者是今年考过之后 然后隔个两年之后 他必定会再出现一次 所以像譬如说就是 有一些题型 就像呢 之后会看到一些就是 老师所录制的节目当中 你会知道说部分的词类 他出现的几率非常非常的高 尤其是名词类的 尤其是所谓的形容词类的 或者是说像一些什么呢 来 譬如说名词类的 不可数名词的 他的这个出现的几率都很高 抽象名词的这个出现率也非常的高 所以同学你可以把握出一个原则 太短的单字他考不考 太短单字大家都会 所以大家决战去在什么地方呢 其实是长单字 那长单字呢 有一些字必定 出题老师在想的时候 因为大家生活经验 基本上都差不多 所以这些单字来讲 你会发现到说 他都会出相关性的 或意思接近的 你如果自己去做一下分析 或者是说透过这一个 怎样千华的产品里面 的考古题的分析当中 你都会发现到说 原来有一些词性 他真的是不断在出现的 好这个是我们在 单字上面可以提醒各位的 如果说你时间比较短的 好你必须要快速冲刺的 直接做考古题 直接把千华的这一个 没有就是考古题 然后分析一下 你就会知道 他的重点是什么地方 好来 最后一个部分 我们要讲的是 所谓的片语的部分 片语区呢 其实是一个 讲说他像一个陷阱 或者说他像一个 无敌的深渊讲 那但是呢 他其实最喜欢考在什么地方 考在科洛茨啊 科洛茨这个地方 他其实就是这样 高度喜欢考试的地方 那我们再讲一遍 像必须说就是 如果说你自己本身已经有所谓的 中高级或者是中级英俭的同学 你们那时候当时在准备的时候 可能会花多时间被片语 他的这个介系词 然后他的搭配什么之类的 好 所以也是一样的道理 如果说你觉得 这些片语他特别难记 你把他腾露出来 放在笔记本里面 每天稍微看一下 然后如果说你对这一个片语 十分的不熟悉 没有关系 我们今天造句子 或者是说 你看他是从哪一个 文章里面出来的 就把那个句子就腾上去 然后加深你自己的印象 这个是我觉得还蛮好用的方法 当然啦 那如果说就是 没有时间怎么办 来 一样的道理 回去看考古题 科洛茨的考题里面 有很多 你自己可以慢慢的 去把这一些比较长考的 或者是特别长的这种片语 然后呢 你做几次的之后 你会发现到说 重复出现率 其实是高的 好 所以只是看起来文章不一样 不必吓自己 其实他只是换一个方式 再把这个东西再考一遍 好 就是这个就是呢 老师可以 给各位同学的一些建议 从阅读片 从单字片 从片语片的部分 你好好的去掌握这个东西 我相信你在考试 一定会考得很好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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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